我是Anthony 我是渣打银行大湾区行政总裁 渣打银行是大湾区 为我们的重点发展策略 集团在广州投资4000万美元 成立的渣打大湾区中心 已经开幕启用了 正积极扩充人手 到了2023年底前 会有1600名员工在这里工作 广州是大湾区的核心 也临近香港 证明我们对大湾区未来充满信心 希望为心怀理想 具备创业精神的人才提供丰富的机遇 加入我们 开启一段独特的职业旅程 聚能湾区 接通机遇 我是Lemon 林浩良 去年加入了渣单银行的国际管理培训生项目 从事财富管理的产品服务工作 公司安排我到不同的部门 担任不同的工作岗位 令我找到自己的职业发展方向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面 我深入参与了不同的业务 为我们的高资产增值客户提供金融产品 令我获益非钱 我是Angela 亲子是渣打银行一名客户关系经理 渣打银行吸引我的 是它的战略地位和国际影响力 大湾区吸引到了很多香港 甚至全球的初创公司及大型企业 支持他们的发展 让我有机会接触不同行业的不同客户 学习新知识 在大湾区 渣打的同事们充满活力 有高效 每天可以和多元背景 才华各异的同事们紧密协作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可以不断推成初心 例如在银行APP上 推出像MyRM这样的数字化平台工具 帮助客户与他们的客户关系经理 时时交流逐步出户 便可获取最新最全面的投资建议 我是Same 孙永玲 我加入渣打银行的原因 是因为我知道金融科技是未来的趋势 在这里工作可以帮助我的事业发展 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是对的 在合规报的工作里面 我积极创造数码银行的生产品和服务 求保平台符合监管标准 并为客户提供创新的体验 这个都是我热爱这份工作的原因之一 渣打银行在支持大湾区内部团队 与外部客户交易的技术创新和开发方面 都具有特色和潜力 我是Andy 黄龙章 我是渣打大湾区 带领管理层科技创新项目的负责人 我与我的团队致力于提供点对点的科技创新方案 确保位于每个市场的同事可以合作无间 也正正体现了渣打是怎样帮助企业接通每一个机遇 自从加入渣打银行之后 我可以不断拓展个人技能 参加了很多跨境科技创新项目 在渣打 我永远保持热成 期待自己未来的职业发展 加入渣打 加入大湾区 巨能湾区 接通机遇 接通新经济机遇 接通成长机遇 接通全球机遇 接通创新机遇 搭息 接通 也尊重工质 越便宜